相比国内的观众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快乐大本营吧,快乐大本营在国内综艺节目的地位,应该是无法代替的,尽管现在网络综艺上也是很受欢迎,但是快乐大本营的收视率,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 快乐大本营主要是一道明星综艺节目,这些年来国内外的很多明星都上过这个舞台,特别是国外的明星,要想打开中国市场,快乐大本营绝对是首选的平台,近几年快乐大本营的明星基本都是韩国明星,韩流对中国观众的影响也是极大的。 不过大家也知道韩国明星特别是男明星,基本上都是农装,大巴花哨,加上为了营造效果表演都很浮夸,对于有些观众来说,其实是一种视觉冲击,快乐大本营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学生,很多家长都觉得快乐大本营,已经开始不适合孩子看了。 那些娘炮的明星已经严重带偏孩子的审美,影响孩子的成长。 前段时间,人民网批评小鲜肉,至少鲜肉不男不女,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,很多网友纷纷赞同。 现在很多网友直接毛头指向快乐大本营,因为快乐大本营是韩流的入口,网友现在不仅对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内容不满,更有人抱怨主持人谢娜和景风风颠颠,节目整体质量下降,希望节目组调整,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观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